男人不小心踩中陷阱 被切成了三份 听到动静的食人魔力马冲上来饱餐一顿 同伴看到后差点吓尿了 转身就往树林里跑 食人魔大笑着在后面追 男人伸手还算敏捷 但树林里的路可不好走 脚下一滑摔倒在地 直接被食人魔干穿脑门 这片森林里住着两个畸形人 他们整日在森林里布置陷阱 猎杀来往的行人游客 小美是跟刚才的两个倒霉蛋一起的 但她机智地躲起来没吭声 这才躲过一劫 随着夜幕降临 食人魔在路边装上了陷阱 即将有一辆在满囚犯的车子路过 一车壮汉被食人魔荡成了储备梁 囚车果然从陷阱上路过 在食人魔的推动下 囚车翻倒在山沟里 狱警和囚犯好不容易爬出来 一个狱警就被飞来的匕首干掉了 剩下的人准备去信号塔 那里可以联系到附近的警卫 谁知刚走几步就遇见了小美 小美告诉他们这里有食人魔 但根本没人信 听说小美他们有皮划艇 也不准备去信号塔了 让小美带路去坐皮划艇离开 哪知刚走进树林 天上飞来一把大刀 一行人继续往前走 小美踩中机关差点丢了面 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小食人魔从地上窜了出来 一群壮汉丝毫不怕 掏出枪直接把小食人魔放倒 还嚣张地割下了他的脑袋 等大食人魔感到人已经走光了 只剩儿子的头颅被挂在陷阱上 小美带着囚犯和狱警找到了皮划艇 眼看囚犯想坐皮划艇逃跑 但食人魔已经布下天罗地网 静等他们一个个送上门来 小伙一脚踩中陷阱 挂满刀片的铁丝把他团团围住 食人魔发动汽车 直接把猎物拖回了老巢 可怜的小伙被剁成小块 加上几块土豆炖了一大锅 食人魔尝了肠味道 咸但是重 非常满意 另一边囚犯们还在试图逃离这里 走着走着看到一辆报废运钞车 里面还放着大量的美刀 天降横踩 囚犯们全然不顾无处不在的威胁 非要背着钱走 一身正气的狱警老黑死活不肯 悄悄掏出枪打算把囚犯头目干掉 哪只枪里没有子弹 这就干大了 尴尬并没有持续多久 头目反手把老黑送走了 身后的老二健壮也对头目动了手 他想干掉老大独占这笔钱 趁着两人狗咬狗 仅剩的一名狱警带着小美溜了 这群穷凶极恶的囚犯 并不比食人魔善良 到底还是头目更厉害 把老二打翻在地 结果回头一看 狱警和小美早就跑没了影 赶紧让小弟们分散找人 人多力量大 很快找到了逃跑的两人 因为囚犯们不认识路 指望狱警带他们去找信号塔 所以并没有杀掉他们 可走了一天好不容易找到信号塔 却发现他早就被毁了 联系外界求救的希望破灭 头目气愤之下想杀了狱警泄愤 紧要关头 一条警犬窜了出来 死死咬住头目的手 原来附近的警卫一直联系不上球车 就带了警犬前来查看 有了警卫的支援 狱警赶紧拿回自己的枪 压着囚犯们准备往森林外走 没想到食人魔早就等在了这里 警卫被穿成了葫芦 小美被吓得尖叫不止 囚犯头目为了躲避食人魔 把小美当成替死鬼推了出去 小美一路呲哇乱叫地被拖了回去 起初还担心被觊予美色 显然他想多了 在食人魔眼里 他就是个肉质鲜嫩些的猎物而已 食人魔安顿好处备凉 还要继续为死去的儿子报仇 一名囚犯仗着身强体壮 跟食人魔正面硬刚 食人魔被斧头劈中倒地不起 囚犯警惕心挺强打算捕刀 谁知食人魔突然抱起 用铁钩把囚犯捅了个对穿 另一边狱警拿着枪前入食人魔老巢 救下了被绑着的小美 可这时食人魔已经杀了回来 双方立马打了起来 虽然狱警和小美是两个人 但根本不是食人魔的对手 就在狱警即将葬身斧头之下时 警犬再次扑了上来 可惜这次只是拖延了一点时间 被打晕的小美醒了过来 看到背对她的食人魔 抄起铁棍捅了上去 这两人的警惕性还不如那个囚犯 步步刀就跑了 果然两人开车跑路的时候 食人魔已经满血复活 而且伸手矫健地上了车 拿着斧头开始劈车棚子 小美拿出枪打算攻击 食人魔又开始从侧面攻击 小美怕误伤预警不敢开枪 双方的缠斗让车子失控 狠狠撞在了树上 两人受伤不重 但被卡在车里出不去 好在一个存活的囚犯及时赶来 把两人拖了出来 这时食人魔再度攻了上来 郁锦一钩子穿了食人魔的头 总算知道了捕刀的重要性 把食人魔连着车子一起炸了